大家好,这里是穷涉及语,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根据2019年福布斯1万富豪名单 电商龙头亚马逊创办人兼执行长贝佐斯的身家估计有1310亿美元 继续蝉联首富宝座 但贝佐斯却不是历史上最有钱的人 史上最富有的人竟然生活在14世纪 据BBC报道,史上最富有的人为玛丽帝国的曼莎·穆萨一世 玛丽帝国在14-17世纪统治着现今西非曼丁卡高原地区 据美国网站Celebrity Network在2012年所做的估算 在经通膨调整后,曼莎·穆萨一世的身家相当于4000亿美元 但历史和经济学家均认为他的财富多到无法估计 应该还有更多的财富 因此仍认为他是史上最富有的人 究竟穆萨是什么样的人物 为什么他会这么富有呢 首先,玛丽帝国位于西非曼丁卡高原 这里拥有丰富的黄金 当时全球一半的黄金都是玛丽帝国生产的 而曼莎·穆萨是国家最高统治者 相当于这些黄金都是属于他的 不难想象他拥有的财富有多么的惊人 除了黄金开采 曼莎·穆萨还利用象牙、石岩和可乐果等物产资源 发展国际贸易 与玛丽帝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 设计了三大洲 遍布各个国家 西元1280年 穆萨单身于玛丽帝国 当时的玛丽帝国有他的哥哥阿布巴克统子 直到西元1312年 阿巴布克为了要去大西洋探险 把王位传给了弟弟穆萨 根据14世纪叙利亚历史学家乌玛丽的记录 阿布巴克当时带着2000艘船和上千名男女与奴隶航向大西洋 然而他出海后就再没有回来了 在穆萨接手后 玛丽帝国的发展蒸蒸日上 而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因为饥荒及内战而饱受折磨 但许多非洲王国和伊斯兰世界却是一片繁荣 他攻克收编了24座城市 其中包括位于水路交通要道的秦巴克图 此时的玛丽帝国土地范围长度大约3220公里 从大西洋一路到今天的离日 并且燃生到了塞内加尔 毛利塔尼亚 玛丽 布吉纳法索 甘比亚 吉内亚比索 吉内亚和象牙海岸 在这么大的玛丽帝国中 所有富饶的产物和资源 都属于穆萨国王 根据大英博物馆的资料 当时的玛丽帝国坐拥全球将近一半的黄金 然而穆萨国王明白 若要发展经济和外国进行贸易 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便是交通 只要在交通便利的情况下 才能方便货运运输 商人往来等等 所以穆萨国王修建了六条通往地中海的商道 这六条商道每年收取的过路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入账了 据史料显示 单单是一条道路上就有上万头骆驼同时经过 可想而知 他的人流量是有多么大 除了六条商道 穆萨国王还控制了经过萨哈拉大沙漠的贸易 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对外贸易的范围 而在贸易往来期间 穆萨国王疯狂迷恋上了宗教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与他们往来的国家中 有不少人都有宗教信仰 所以为了加强他们与这些国家的文化联系 减少冲突 他便将伊斯兰教定为固定信仰 不过也不阻止国内其他人有其他信仰 为了大力宣传宗教 他不惜花费重金来修建清真子 几乎每个周五都要修建一座清真子 美国西北大学街区艺术博物馆馆员 波奇克说 身为国王 穆萨对中古世纪最高价值的资源有取用不尽的管道 主要的黄金和其他商品的贸易中心也在他的领土上 他从贸易中支付 一开始因为资讯交流缓慢的关系 西方世界对马力帝国知之甚少 更别提认识穆萨国王 直到西元1324年 一场麦加朝圣之旅才终于让穆萨国王声名大噪 马力帝国的财富和权势远播到世界的另一端 当时都信伊斯兰教的穆萨国王带领着由6万人组成的车队 通过撒哈拉沙漠和埃及前往麦加朝圣 他把整个宫廷、军人、商人、骆驼客 用说唱记录历史的唱使官和1.2万名奴隶都待在身边 身后还跟着长长一列的山羊和绵羊 用以充当路途上的食物 这一大群浩浩荡荡的队伍 远看就像是一座在沙漠里移动的城市 史料上显示 跟随穆萨国王的人群 最前面有500人手持黄金座的一站开路 每个人身上的黄金就重达6磅 紧随其后的就是100头骆驼 专门用来运输黄金的 而每头骆驼需要运输300磅的黄金 黄金运输骆驼队后又是1000头骆驼 这批骆驼肩负的任务就比较重要了 有运输食物的 有运送礼物的 还有穿金带银的妻妾们 当时一名历史学家 伊本赫勒敦后来采访了 穆萨国王的一位旅行伙伴 这名男子声称 在每次停顿时 他都会用稀有的食物和糖果 给我们带来欢乐 他的设备和橙色 有12000名私人奴隶妇女携带 身穿井段和野门丝绸礼服 穆萨国王非常有购物欲 他一边走一边玩 看到想买的东西 从来都是不眨眼就买 看到有人乞讨也会慷慨解囊 只是穆萨国王挥金如土的行为 没有帮到原土地区经济的发展 反而导致当地黄金的价格急剧下跌 此后十几年都没能恢复过来 其中 开罗更是长达20年黄金价格跌落 穆萨国王花钱的行徒也让用说唱记录历史的唱识观看不下去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杜伦就说 穆萨国王一路上送出太多玛丽黄金 艺人们不愿意在歌曲中送赞他 因为他们认为穆萨国王在帝国外浪费了太多当地资源 除了奢华的麦加朝圣之旅 让穆萨国王声名远播 一幅1375年在地中海马约卡岛绘制的地图 也让外界看到了穆萨国王的有钱有势 在这幅名为Catalan Etnis的古代地图中 慧萨将穆萨国王画了出来 他就坐在位于廷巴克图的黄金宝座上 手里还拿着黄金 从麦加朝圣回来后 穆萨国王带回了数名伊斯兰教学者 其中包含先知穆罕默德的传人 以及安达鲁西亚诗人兼建筑师沙赫利 他随后设计了举世皆知的廷巴克图大清真纸 据说为了借助沙赫利的才能 穆萨国王付了他200公斤的黄金 才拼到他设计清真纸 而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820万美元 除了建作清真纸 穆萨国王也很重视艺术、文学与建筑 他也盖了很多所学校和图书馆 让廷巴克图一时成为学术中心 世界各地的人纷纷来此学习 不久后 清真寺也成了桑科雷大学 前来求学的学子通通可以免费接受教育 根据《非洲帝国》遗书 当时桑科雷大学是非洲藏书最多的地方之一 藏书超过70万本 而且桑科雷大学的学术水平 堪称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把交椅 总共可以容纳25000名学生在大学内学习 自此穆萨国王不只因为惊人的财富而名留千古 他对教育的投入也让后人称道 并且影响西非学术甚深 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下 穆萨国王在位25年间 还大力发展国家的军事力量 其中军队人马超过了10万 包括1万的骑兵 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得 马力帝国的国土面积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国家之一 穆萨国王创造了马力帝国最辉煌的时期 据统计 他一生的资产加起来换算成现在的美元 有10100美元 是贝佐斯的三倍多 也让他成为了近千年来最富有的国王之一 在西元1337年 穆萨国王过世 享年57岁 整个富庶的马力帝国交棒给他的儿子 可惜的是 1360年后 马力帝国出现内乱 国力下降 俗下各族纷纷独立 穆萨国王的儿子没能守住 并且没能平息国内的分裂势力 最终让马力帝国分崩离析 走向毁灭 不久便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随着海上上路的兴起 穿越萨哈拉沙漠的上路逐渐衰败 从此的两个世纪里 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 并分裂成为许多小皇国 在1600年前后 实际控制领土大为缩水的马力帝国 最终分裂为三个小国 在历史上消失 昔日的辉煌早已归于历史 好了 这一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按下去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